Cast off Change beetle 哈嘍大家好我是薩克 是您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歡迎回到薩克的方舟人士部 那今天的日立圖呢是龍門精械庫 通常俗稱有人為勞 哇這關呢有非常多的法術大術人機喔 那沒有關係喔 薩克今天呢一樣帶大家打第一保八分喔 就讓我們直接進到我們隊伍解析的部分吧 OK那以上呢是我使用的隊伍 那薩克的古米呢 因為練度還沒有起來 然後1號技能沒有專3喔 所以其實在後面的時候 他扛不過那個A2的攻擊啊 有點可惜啊 所以為了作為就是代替古米的人選 我們這邊使用了六星的賽媽 六星的賽媽練度還蠻高的 然後1號技能是專3喔 一定可以扛得過那些無人機無情的攻擊喔 大致上呢隊伍陣容就是這樣子喔 那這關就是把所有單體G帶好帶滿 這樣就可以了 那如果這關你要逃課的話 其實也可以使用銀老闆喔 那銀老闆的真銀展呢 在這關也是非常非常厲害喔 就讓我們開始吧 好開場呢先等第一波的奴砲射完喔 因為我們這關要點奴砲加強喔 對所以呢就是奴砲加強的情況下 幹員很容易會被奴砲射死 所以記得能閃就閃啦 好這邊呢我們搶費用 放上群補 一定要趕快補群補喔 OK 接下來這個地方 紅隊友技能就開 不要神 放上賽媽 接下來放上單體狙擊 攻擊位置朝右 解架卡 解析卡 攻擊位置朝上 這樣可以多幫忙這邊 多補點火力 好這邊放上流星 好 進行搶費用 放上一個單體補師 攻擊位置朝上 OK 然後這邊 搶費用 好 之後呢撤退掉我們的紅豆同學 放上第一台干擾器 好 清道夫敲死這兩隻敵人之後撤退掉 換成尖雷 那這邊呢 桃子姐先不要搶費 因為敵人要過來 而且是兩隻喔 對 這樣子會露破陣者 好這個時候呢才可以 這邊開啟調香的技能 然後尖雷的技能有就開 標神 放上最後一台干擾器 四星隊友可以一次放兩台干擾器 好 最後面放上我們的老闆 為什麼呢 來開電 來卡住那邊的法師喔 好 就開始輸出我的技能 OK 那這樣就完完全不會漏人了 那這邊你可以開啟阿梅的技能 增強火力 好 這邊就是為什麼說 賽媽可以取代姑娘的原因 因為賽媽真的比較硬 那如果你這邊你怕賽媽會死掉 或是你怕你的補會死掉 你這邊可以多放個奶盾喔 沒問題 開始尖雷的技能 這邊 調香技能有的開 好 那有沒有發現那個 無人技完全飛不過來喔 那賽媽呢 很棒的扛住了A1跟A2所有的攻擊喔 好啦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軍線庫 東的雷D寶八分的影片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